下面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屏幕自适应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程序里 要想做到屏幕自适应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物体的尺寸 全都是由这些变量控制的 那么之前我们把这些变量写死 如果想做屏幕自适应 只需要让这些变量根据当前的屏幕状态而变化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画布的这个window width和window height 就可以通过js相关的方法这样复制 来附上body的client width和client height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css的小技巧 就是如果我们这么调用body的client height 得不到整个屏幕的高度 那么我们必须在html里 把这个屏幕的整个高度给撑起来 为此呢我们需要在border里加一个style 这个style呢写上height呢是百分之百 同时呢我们做自适应converse里 这些就不需要了 但是呢我们要让converse这一个元素 把整个屏幕给撑起来 所以我们也写一个height等于百分百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magic left 那么对于这个magic left呢 如果我希望这一些倒计时的钟表上的文字 占整个屏幕大约五分之四左右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两侧的空白就要占五分之一 那么左侧这一侧的空白呢 大概就要占整个屏幕宽度的十分之一 有了这样的计算呢 magic left呢 我就可以这样写了 magic left就等于我刚刚得到的window width 除以十十分之一 之后呢我再进行一个四手五取整 计算出了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据此的计算出 我们要画的每一个小球的半径 radius了 那么这个计算方法呢是这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用window width乘以四除以五 也就是乘以一个五分之四 那我们就算出来的是 整个这个时钟的这一些文字 他们一共占的宽度是多少 是window width乘以五分之四 之后我为什么要除以108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些计算 我们在window的时候呢 计算过每个数字距离左边距的位置 我们最后一个数字距离左边距是margin left加上93倍的半径加一 那么我们又说过每一个数字呢 我们给它占的空间呢是15个半径加一 所以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总共占108个半径加一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得到了整个数字所花的空间以后 又除以了一个108 注意这里头得出来的结果是半径加一 我们给它取整之后再减一 最后就计算出每个小球的半径了 最后我们给这个margin top复制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 因为margin top和前面计算的东西呢基本上没有关系 那么比如说我想让这个margin top是整个屏幕高度的五分之一 那么我只要这么写就好了 好这样我把五个和位置相关的变量都进行了复制 这样复制以后我们的程序就对当前的屏幕进行了一次自适应 我们来看看现在程序运行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程序运行出来数字更加大气了 因为它更加匹配我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大屏幕 是不是非常的酷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的讲解就基本结束了 大家如果真正的理解了所有的代码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这个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制作出更加绚丽的效果 感谢观看